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 我們剛剛那兩欄 而且最後是希望在 Excel能夠被開啟的話 那這邊當然就把他串接的結果輸出成CSV就可以 所以副檔名只要是CSV 打開其實就是Excel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CSV 打開的話你會發現他這邊呢 那就會在Excel直接被開啟 所以其實喔 Python做完其實很快 說真的也不太需要做什麼 太特殊的 加一些什麼外貨或什麼啦 其實你只要把副檔名 取為是.CSV 那他就會自動預設就是用Excel去開啟 所以如果假設啦我們讀一個檔然後處理完之後我希望 讓那個 Excel去接手的話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有沒有當然你還有別的方法啦只是說那個方法是不是很簡單就可以完成的 我覺得這個方法倒是可以當成是一個範本 當然也許 還有一些是直接存成那個Excel檔 不過你這個 那個 那個部分可能就是必須要引用別的套件 像比較常用像Pandas啦 如果Pandas裡面你要額外在安裝 或者額外要Import 那當然相對的 就沒有這個方法 這麼直接這麼簡單 因為它已經內建了 所以有些東西的話就不需要在外求 好 今天的話也許 就是先講到 這個範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原則上我們就會再來 把那個 這個部分做個總結吧 檔案部分也許大概就 再來就是做一個練習 就是合併跟分割 比如說假如說我有 大概很多個檔案 比如說你們可以從那個雲端白板上面找到 雲端上面有個補充資料 補充資料裡面有一個叫做 不更正一下應該是 範例檔 範例檔案裡面就有一個叫做全省郵局地址 那這個全省郵局地址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裡面的話基本上 它就有總共有25個 25個檔案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25個檔案全部都合併在一起的話 這已經解出來了 全省郵局地址裡面的話就有25個檔案 那這25個檔案如果說呢 用以前的方法要合併在一起 變成你要手動 Ctrl A,C,C,V 那你要做25次才能夠把檔案合併在一起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利用Python有沒有辦法快速的寫個程式就自動幫我把 這25個檔案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我想這個問題下一次再來看好了 OK 那 時間也差不多了不然我們今天 就是先講到這裡 回去有時間 建議我們有個上課的參考用書 那就當成回去各位的 這個 也許 課外的讀物啦 回去有時間可以把它翻一翻 大家了解一下 今天先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拔案 謝謝 谢谢大家